这里是天洋宣街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 走上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长色盈论通透 气血通 才能够气运通 这个长色来看非常不错 从这个首相来看 长面厚重饱满 手指调达修长 是偏土水结合的长型 由土人的稳重传统 土人一般做事重心与讲成性 并且会有探索精神 也是典型的 这种实干家的首相特点 从这个伸长的视线 也可以看得出 那么从手指的形态来看 手指修长有水人的特点 水人个性温和 富有艺术特质 稍显民估 而且水人也是比较 喜欢安静的环境 而相对土长人来讲 比较喜欢户外活动 所以说 它这两种特质都有 洗进洗洞 都有这种两种特质兼备 我们从手指的形态来看 手指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食指和无名指几乎等长 我们食指长的人一般的做事 非常的自信 有活力 并且跟兄弟姊妹 原生家庭的这种兄弟姊妹的关系 非常的良好 互帮互度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无名指也不弱 无名指呢 也是代表另外一半和配偶 说明呢 在也是比较这个婚厚 比较传统顾家的人 这也符合土长人的一种特质 手指修长的人呢 一般的个性的稍显温和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小指来看 也是修长啊 饱满 那么跟子女的缘分也是深厚 晚年能详子孙福 四指也是严丝和缝 能守财之进退 指节间的米康书文 也是比较明显的 米康米康顾名思义 也代表衣食无忧 能够凭借这种 这个土长人的实感精神 小康生活不同 所以说这是一个 手指和长色来看 包括掌型来看 都是非常不错的 一种手样特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掌丘和纹路 那么掌丘来看 金星丘尤其的饱满高龙 并且范围也非常的广 体质家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非常不错 同时呢 这个范围广的人呢 也说明了 这个为人慷慨大方 不计较 人缘是不错的 从这个太阳线 多条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虎狗火星丘呢 也不弱啊 比较饱满 面对一些困难和阻碍 也能迎难而上 有勇气面对这些 这个阻碍和坎坷 并且呢 伴有决定线呢 这个关键时候 他这个决断力也不弱 面对一些重大人生抉择的时候呢 不会犹豫不决啊 那么对面的 这个是第二火星丘啊 饱满的人呢 一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比较强啊 宁可是自己付出一些辛苦努力呢 也不会为了一些迎头小利啊 这个剑走偏锋 走歪门斜道 是一个比较传统正派的一个人 那么月球也不弱啊 月球饱满的人呢 想象力丰富 变通能力强啊 比较注重这个艺术和精神世界啊 这是这个月球饱满 食指根部训工也是正裁位啊 非常的饱满高龙 正裁本质工作非常不错啊 只是呢 见一些杂文的干扰 但是这些杂文呢 会见一些起伏啊 但是呢 这个杂文组合成的这个口字文啊 虽然是在正裁本职工作当中呢 有一些动荡和坎坷 但是呢 有口字文护卫 能够对这个财运正裁 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小指根部水晶球也不弱啊 这个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 也是一个内外兼备的一种手向特点 这是掌球 我们来看纹路 那么纹路来看呢 三大主线是这个非常的深长 古代讲是三材文德配啊 手向当中三材文是生命线 智慧线和感情线 三大主线啊 那么三材文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运势根基还是非常的深厚 从流年来看的话 生命线初期呢 还是见一些小的横门干扰 并且呢 还伴随着一些上升线啊 说明出生家庭环境还是可以的 只是说啊 见一些这个青少年时期 见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阻碍啊 病痛啊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导门的出现啊 从流年看基本上十五到十 十三到十五岁左右 这个阶段呢 容易出现这种生病住院的经历啊 这也会导致学业受到一些影响啊 不过呢 这个上升线也叫希望文啊 这个有很多条上升线 说明呢 天资聪颖 学业还是不错的 人生起点不低啊 特别是这个 这个大病出狱之后的 立马就建一条上升线的 这个叫希望文啊 说明这个阶段呢 基本上是 这个经历过身体的病动之后 这个身体恢复之后呢 凭借自己聪明的学识啊 能够有取得不错的成绩 不过这个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 还是见导闻呢 那么脑线为人闻呢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闻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啊 分离处呢 也是脱离原生家庭啊 进入高校校园的阶段呢 还是见一些坎坷和动荡 那么这其中呢 会有一些烂桃花的干扰 出入出入这个校园 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呢 啊 少了一些家人的陪伴呢 会有一些 啊 这个对环境的不太适应啊 感到寂寞 或者是 有一些环境的不适 会产生这种烂桃花的干扰啊 这个亲密关系线 也从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 亲密关系线 既然恒闻干扰 所以说 也是在感情当中呢 会直接 这个犯一些情伤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感见初期的一些 小导闻 也可以看得出这点 不过这个伤害并不大啊 这是说 这个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 也是恋爱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这个导闻之后呢 生命线恢复 常态脑线也恢复啊 那么这也是代表 适应能力非常强啊 就逐渐的适应了社会的节奏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整个 生命线的 这个 强硬 强运的阶段 还是在这个 中年时期啊 基本上从这个25 基本上到了45岁左右 这个20年 是人生的一个强运阶段 努力把握这几个 这个阶段的好运的话 能够在事业和财运方面 有所突破 我们注意到 在事业线啊 在中期呢 还是出现折断啊 中年事业还是有个坎啊 对应的这个生命线 这个阶段的横温啊 这个从流年看 基本上35岁左右啊 这个是中年事业 还是遇到一些瓶颈 那么 度过这个难关之后呢 基本上啊 后运还是慢慢的会啊 这个越来越顺 越来越顺 并且呢 还伴随着一些上升线啊 这个上升线 也是代表运势的一种提升 那么在中期啊 其实在进入婚姻当中呢 这感情呢 还是有一些波折和起伏啊 感谢中期的导温 再加上这个结婚线呢 出现这种啊 断续下垂啊 即使进入到婚后呢 也会见一些烂桃花的干扰 需要多注意啊 这个是 这个情关和事业关 两道关口要过啊 那么 最终的 我们可以看到后期呢 这个事业线 还是冲破了天文感情线啊 冲破了情关啊 度过了感情关 这个这个关口 在事业方面的格局 还是不小啊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财运线也成型啊 这个事业和财运 是基本上是同步的 所以事业强呢 财运也会慢慢变强啊 在这个 后期的话啊 基本上到了这个 也是上升线 这个阶段 流年这个 38到40岁左右呢 这个阶段是迎来收获的阶段啊 财运会逐渐的变望 并且呢 事业也会取得突破和进展啊 这个是 后期的运势啊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啊 首相的格局来看的话 有这种霸王线的影子啊 有霸王线的影子 只是说这个太阳线和事业线 包括财运线的 还是建一些断序和浅淡的 霸王线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纹路组合 代表无论是在财运 还是在这个人缘名望方面 还是在事业方面 都能够有不菲的成绩啊 所以说这个霸王线 还是需要养一养啊 养好的话 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富贵吉祥的一种寓意啊 是会更加的强烈啊 目前呢 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影子啊 还没有成形 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功功 可以按视频走 我们下期再见 给大家看